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分布分为三个分项 模板分项 混凝土的分项 还有钢筋的分项 这个区分是这样的 第一个战断就告诉你这样一个规定 记一下什么高层建筑的阀形和镶形基础 长度超过40米时 要设置贯通的厚焦10公分 因为长度太长一次焦不完的 要做厚焦带 带宽0.8米 钢筋贯通 钢筋贯通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 基础很长 40米长 还是大体积的 你怎么解决那百分差过大 他这么做 比如说 很长 都超过40米 80米了 我40米要做厚焦带 大家看 钢筋是贯通的 这边钢筋也是贯通的 然后呢 两侧焦住混凝土 这个距离就是不能超过40米 这个带宽是890.8米 钢筋贯通 两侧焦住混凝土 焦完之后 在这两侧的混凝土 内外温差一致的时候 一般是过多少天呢 一般是过28天 然后呢 再把这块再焦住混凝土 这个焦住混凝土 要比原结构高一个等级 微膨胀的混凝土 焦住 这就是厚焦带 厚焦带 养活时间不少于14天 我们解释一下 以后老用到这个概念 厚焦带厚焦带 要清楚的 好了 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呢 对于基础的施工 首先看第一个分项 钢筋分项 了解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 这流程大家看一下 一步一步的 我们强调 在这流程中 当完成了钢筋的绑扎工作之后 看第五条 这里出现一个程序 什么验收 由监力工事组织 干嘛呢 一般来讲 就是组织施工项目的 专业钢筋工长 和质量员参加验收就够了 这是钢筋的验收 那么 具体看 钢筋的施工技术要求 我们看一下呢 几个重要条我拿出来 有几条不重要的 我都跳过了 不跟你讲 我们看一下 在这描述的这些条文内容中 有这样的 很多条 大概有几条呢 在书上讲 一共有这样的七条 我把几个最重要的拿出来 看第二条 基础底板要采用双层钢筋网的时候 上下层钢筋网之间 要设置钢筋撑脚 控制上下排钢筋 撑脚 这撑脚的位置要合适 不能太大 简单说一下 大家看 基础很厚 这有上面的钢筋网 这有底下的钢筋网 这两层钢筋 将来人要踩在上面呢 还有核载 所以这要加什么呢 一定坚重加钢筋撑脚 最好是三角形的 稳定 撑住它 然后呢 保证删下钢筋 不要错位 甚至不能打它 这是钢筋撑脚 这钢筋撑脚就不要了 就埋在混凝土中 接着第四条 独立主基础为双向钢筋石 短辈的钢筋在上面 它讲的什么概念 我们出道题考大家 你就明白了 你们看啊 这是一个混凝土的柱子的基础 的平面 它的形式是这样 有长边有短边 都要配置钢筋 这钢筋是这么配置的 我们做这样一个抛面 大家注意 这么抛开 往上看 我画的基础是这样的 注意看 你们看我画的钢筋 对不对 现场这么把插钢筋 对不对 你要一眼就要发现 错 错在哪 对于独立柱基础来讲 长边的钢筋要放在最下面 我们前面讲的双向板的是 短边的钢筋放在最下面 这块基础是长边钢筋放在最下面 为什么 你看 柱子的集中可载 作用下来之后 这个基础是受到的地基反力作用 这个反力作用 大家知道 边越长 受到的反力越多 特别是大家注意 这个集中下来往下一作用 我们立传的过去 这个相当一个支点 等于这部分全是悬条的 在这个外部和在多的情况下 它一定会出现这样的开裂 所以对于独立柱基础而言 长边的钢筋放在最下面 画图就该这么画 黑点 这是长边钢筋 要放在下面 这就是实际操作 要清楚 这是第四点 然后第六点 大家注意的 就基础中 回到我们前面 结构耐久性说到了 当底下没有电层时 钢筋的保证厚度不小于70 有电层的时候 不小于40 这是耐久性的要求 后面 钢筋的接头怎么做 我们一会统一讲 这话就不再多说了 好 这是钢筋工程 模板工程 你看我给略了 为什么要略呢 因为模板工程 大家记住 基础的模板很少 基本是侧模 所以它不是重点 你可以一带而过 我们下面看一下 就是第三项 混凝土工程 首先看流程 简单的流程 然后我们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混凝土的胶筑 有独立基础 有独立基础 有调性基础 还有大体系基础 我们交出过程中的话 首先大家注意几个程序 首先交出之前 要做轴线的校正 清除杂物 电层混凝土 要在基础验槽后 立即交出 那么混凝土强度 达到70%后 才可进行施工 这就是程序控制 验槽结束 我打混凝土的电层 打电层的同时 我要做同条件的实块 带同条实块 达到设计强度的70% 我才可以做下道工序 这就是程序的控制 要记住的 有些人不以为然 老师 我凭经验 感觉差不多就行了 这是一般的工程 我要问你 你要做地铁施工 做高速路的 高铁的施工 这个电层 一定要达到一定强度 才能做上面的基层 否则 不用达到强度 在做上面的做法是 自动一大 将来把这电层全压坏了 就失去意义了 是要特别注意的 好 往下 我们书上介绍的单独基础交出 大家看一下 就是台阶式的交出 你们记住 最好一次成型 不要留10公分 要留 也记住一点 大家看 这是柱子 这是台阶式的 我画实意啊 台阶式的 你们记住 这块位置都是应立集中点 绝对不能在这停顿 不能留10公分 一定要干嘛 要真要留 在这 在这个错位的地方下来 在这 不能在这个台阶交接树留 这是我们强调的 然后怎么灌 很简单 交出混凝土 灌满的 然后做分段施工 注意的 不要留10公分 所以单独基础交出 和条件基础交出 不是我们的重点 你们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我们的重点 是书上的第四大项 大体积混凝土工程 那么这个大体积混凝土工程 你们记住 我们定义的阀性基础 阀性基础 还有呢 镶性基础 都可以定义为是大体积混凝土的基础 要制定方案 要制定方案 我们看这个方案 制定 大家看 首先第一步 要确定什么 焦住的方案 这焦住方案 大家记住呢 整体 分层焦住 沿长边 由低处沿长边 刺一端 逊性焦住 那么在分层焦住中 这有一个控制点 是什么呢 第二层混凝土 要在第一层混凝土 出凝前 完成焦住 那我问大家 如果经过计算 完成不了 怎么办 你就记住 要加缓凝机 而缓凝机 你要明白 缓凝机进场 要敷衍什么 对结构会产生影响什么 一个是绿 一个是什么 减 同时要求 厂家提供吗 加缓凝机的 混凝土的性能检测报告 注意的 如果经过计算 加缓凝机 还不能完成 那怎么办 分段施工 设置后焦带 这是你制定方案 考虑的问题 一步一步一步 考虑什么 注意的 这制定方案 我们这里加有条件 它这里没有说 我告诉大家 所有大级混凝土 要事先适配混凝土 你所有材料都进场了 外加级也进场了 你要适配 通过试别混凝土 要检查一些指标 检查什么指标 水滑液的指标 三天和七天的水滑液指标 我们应该在交流方案中 在这说一下 他在后面说的 我要提前告诉大家 要适配混凝土 我解释一下 你所进的外加级 加外加级的混凝土的性能检测报告 是出厂外加级的厂家做的 所有材料进场之后 你要再适配这大级混凝土 这是你施工方做 注意的 好 第二个 什么 震导 震导强调什么 机械震导 第二个就是什么 在冲凝前进行二次震导 冲凝前 刚开始交流震导 完了之后呢 在出凝前再进行二次震导 答题要答出来 出凝前 我们书上讲的震动界限前 就是实际上就是出凝前 二次震导 它的作用是干嘛呢 减少内部的微裂 增加混凝土的密实度 从而提高它的抗烈性 答题要答出来 关键的时间节点 震动界限前 或者达出出凝前 第三个 养护强调什么 冬季是保温养护 夏季一般是保湿养护 因为混凝土内外温差过大 接触空气表面的混凝土降温快 干燥 所以要夏季保湿 冬季要保温养护 养护时间简单 不少于14天 接着第四项 他给你总结了 大体系混凝土防止开烈的技术措施 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 首先混凝土要强调什么 配合比 包括工艺流程 包括适配 这每个环节都要考虑的 特别是大家记住 要适配混凝土 要适配 我们看具体的措施是什么 第一 在保证混凝土强度不变的情况下 适当减少水泥用量 然后控制胶柱体入膜的温度 养护期间表面与大气的温度 还有胶柱体内外温度等等 就是四点控制 一二三四 第一个控制什么 混凝土入膜温度 不宜大于摄氏30度 而混凝土的胶柱体 最大温升值不宜大于摄氏50度 一加水神化热 产生的温度温升值不能大于50度 那么第二在养护阶段 混凝土胶柱体的表面 一般就约50毫米处内温 温度于混凝土胶柱体里面 一二分之一截面处的温差值是多少 不能大于摄氏25度 那么结束养护时呢 混凝土的胶柱体表面温度 与环境温差 最大是不能大于摄氏25度 第三条 混凝土胶柱体内部相邻两侧 温点的温差值不能大于25度 记住25度是一个控制指标 最后 混凝土的降温的速率 不能大于每天2度 这就是四个温差控制指标 其实好记多少呢 25度 降温速率呢 是2 2度 然后大家注意看呢 就是大级混凝土 除了强度等级耐久性之外 一定要解决问题的合理的使用材料 一句话就告诉你 在保证强度不变的情况下 减少水泥用量 第一条是保证强度不变情况下 减少水泥用量 然后接着 干嘛呢 措施 把骨料 水 争取降温 比如说用井水 就是降温的措施 注意的 好 这是我给大家强调的 接着 大家注意一下呢 就是强调的第四第五条 火凝土在支配之前 一定要适配 做常规的适配实验 检查各种参数 一个是水滑热 密水率 最重要的第五条 检查什么 水滑热 大击孔凝土做适配时 我们确定好水泥 要选择低水滑热的水泥 这是强调这点 那么适配的结果 要检测三天和七天的水滑热 分别不超过多少 240和270千焦 答题答出来 要适配孔凝土 程序答对了 再记一下 检查水滑的指标是多大 第一个答对了给分 第二个答错了刨分 答错一个刨一分 但是大分你得到手了 我要适配混凝土 程序控制 然后第六条就是 适当的加上什么 缓凝剂 减水剂 微膨胀的外加剂 你们记住 一加这个外加剂 首先一个要干嘛 要求什么 要求厂家提供 加这种外加剂的混凝土的性能检测报告 记住 如果你选择了很多不同的外加剂 都要放到混凝土中 那么你在适配混凝土时 一定要把这些外加剂全加上之后进行适配 看看他们的反应 是否出现不相容 最后 最后 及时的覆盖 保温保湿养护 二次抹面 超长超大的混凝土 做后胶带 或者跳仓法施工 这就是大集混凝土 整个的施工的流程 记住 这是重点 掌握它 特别我们强调的程序 你看我在讲 基础是一直在强调的这个流程和程序 适配混凝土 材料选择滴水滑水的水泥 外加剂要进行什么 要由厂家提供 加坡压剂的性能检测报告 集中外加剂合在一起用的时候 你要做一个适配 记住 下面我们再介绍呢 气体基础施工 我首先强调意见 它不是重点 应用国家早就规定 城市里施工 禁止使用黏土砖 作为承重墙 所以现在 黏土砖不做承重墙了 我们现在一般的青骨料期块 一般都是隔墙 很少再有承重墙 既然没有承重墙了 也就没有专基础了 但是他已经写了 但是你还要记一下 当年我们02年03年编书的时候 我就提出个建议 我跟其他的专家和领导说了 我们这个专基础 别再写了 没意义了 把我气体结构 你还介绍黏土砖干什么 没意义了 除了黏土砖 你说还什么墙能做承重结构 这都是火凝土气块 能做承重结构 清五料都不能做承重结构 我这个建议淡化 最好别写了 结果领导就不同意 说我们国家农村盖房子 还是要需用什么砖子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 农村盖房子 从来不需要 一级注册建造师 没办法 还有 所以他不是重点 简单了解一下 这里面 砌砖的工艺 瓦工的基本基础 就是三一砌注法 一铲灰 一块砖 一挤柔 我说一下一挤柔 瓦工左手拿着砖 放在沙间上 这么一揉这一挤 揉的作用是把沙浆水冰户 找平 保证丰满度 这么一挤 就把沙浆挤到立缝里去 保证立缝的沙浆的饱满度 这就是一挤柔 这是基本功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呢 所有的正平以下的气体基础 必须要用水泥沙浆气柱 接着 我们所有的构刀柱可以不设基础 但是构刀柱要深入室外地面以下500毫米处 如果有基础圈梁时 把构刀柱和圈梁连接 这点是最重要的 你们看啊 我画摄影图 假定这是基础 我们画这块的墙面 这基础 基础下面有什么基础的圈梁 而构刀柱打延伸 延到哪 这是构刀柱 延到什么地方 延到地表以下多少呢 500 或者跟这个圈梁连在一起 就这样强调了 这是构刀柱 这是地面 下针多少 500 如果这样有基础圈梁的话 跟圈梁连上 不用单独做基础 这是我们强调这条 然后弃砖方法 两顺一钉 一顺一钉等等 都不是重点 了解一下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 如果地基有软弱土层的时候 一定要在基础的底部设置一个什么 基础的圈梁 这个圈梁在哪设置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基础一般采用什么 大放缴的基础 什么意思呢 你们看 灰土或混凝土的电层 砌两层砖 你看这砌两层 往里收六十 再砌一层 再收六十 再砌两层 再砌六十 再砌一层 到最上面一会儿是砌两层 收好 这就是基础 大放缴基础 然后上面是墙体 这时候我们的基础圈梁放在哪 放在这个位置 文化钢筋了 是基础的地圈梁 然后将来够到处就跟他连上 假认这是郑福林 这是基础的地圈梁 他解决什么 解决地基的不均沉降 加强气体基础的整体性 好 往下 最后 就是地下部分 地下部分也有卫生间 有防水要求时 如果采用的是什么 空心小气块气处时 这时候干嘛呢 要用C20的混凝土填石 或者加一个地垄墙 这个设置的高度 地种带高度不小于 多少呢 200 200 好 以上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强调的主体结构的 地基基础的时候 就这些 把它掌握了 到此为止 基础 地基介绍完了 这块 我们把证明以下的基础和地基 统一叫做一个地基基础这个分布 这是个分布工程 包括了两大部分 一个是地基 一个是基础 而现交的钢筋混凝土基础 大体混凝土基础 它是重点 掌握它 至于 在终于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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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